今天是8月16号 现在是晚上的8点18分 就在刚刚 A股又出了一条利空 这个利空跟谁有关 跟证券有关 应该说是证券板块利空 A股今天的走势让人非常的失望 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震大的行情 整体来说收了一个死心 那么很多纠结下周到底会怎么走 这里大权重方向出现明显的分化 银行板块涨了 证券板块跌了 那就在下午收盘后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去追高银行 比如说四大行创了新高 那我能不能去追 证券板块跌了 我要不要割 大家知道这问题 我们就大金融方向做一个介绍解冻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大家知道刚才说的这个利空是什么吗 我告诉大家是这个票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方正证券 方正证券的话 今天跌幅0.95看起来也算是比较正常的 可是就在盘后 他又发出了一个什么让人非常气愤的事 方正证券的股东中国信达 你减持不超过1%的股份 又是减持 那我就纳闷了 方正证券这位置是高位吗 明显的他是属于低位 这段时间从高位掉下来 大家看这里对不对 9块多到在7块多掉了2块钱下来了 明显的掉了幅度比较大了 这么低的位置 那他为什么又要减持 你想想在这个位置减持的话 对股价会不会形成压制 后一问会形成压制 所以他的减持对市场 或说对板块又会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压制 还记得在前几天我跟大家说过 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这个公司 中间公司 对不对 中间公司的话 他前段时间他也是出了一个减持的利空 就在这一天 记得吧 当天我说了他很有可能会大低开 结果确实大低开 股东理清仓是减持 减持的规模是2.2 相当于他的市值大概在30个亿左右 你看看又是减持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你看中间公司是低位还是高位 明显的中间公司在低位 股价还在创新低的过程当中 那为什么 大股东或者说这些二股东三股东 想要清仓式的减持 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 有一个散户股民问我的问题 哎呀 这个票这么低了 这股东减持 他怎么赚钱 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 说真的 他问了这问题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有点好笑 但是我想还是别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民他根本不理解背后的真相 就比如说中间公司 那么哪怕他在26块钱减持 他也会撞着彭宝波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股东 或说一些什么原始股东 他上市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可能就那么一两块钱几块钱 他在二十多块钱减持 你想他是不是撞了彭宝波 所以很多股民不理解 为什么我的股价会这么高 我三十多块钱 四十多块钱买的 他为什么可以几块钱买的 对不对 这就是重点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A股市场上 这些所谓的股东 他们在任何时候 是吧 想要减持的 他绝对不会是亏钱减持的 他肯定是什么 是赚钱减持的 甚至说他是赚的 所以朋友们就记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变化 好 在利空影响下 这些板块很有可能再次赢来低开 大家看这是周五的走势 周五的话 他明显的就属于一个什么 低开的一个冲高回落 为什么他会低开 低开的原因是在周五 应该都是周四盘后出了利空 我们的高层说了 对吧 要严查 RPO环节的欺诈造假 这一块 然后一问 证券作为这一个什么辅导商 上市辅导的中间机构 他担任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中间对整个正确板块说 应该说是一个利空 因为你查的比较严 那么对他的什么上市辅导的要求 越要越严 那他你上市的公司可能就会小 就会小 那你想想这个上市的数量也小 证券公司 他赚的那个所谓的上市辅导费 是不是会减下来 所以这就是重点 那么在周五A股整体表现震荡的情况下 这圈板块走出了一个你们低开冲高 跳水走出 跌了一个点 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好 那在周五盘后 方向证券利空影响下 A股 会不会再次出现杀跌 证券会不会出现杀跌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纠结 首先明确一个态度 那么证券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低位的 它是属于高位的 大家看 这是奥斯汀均加线附近 奥斯汀均加线附近 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强制伤位 所以在走势当中 如果他接下来跌 跌到奥斯汀均加线附近 我倒是觉得大家不必要恐慌 不必要纠结 那就是机会 潜伏低息的机会 而又回到刚才的 问题了 有人问我说证券跌了 我能不能割入 或是我能不能抄底 那么大家觉得能不能抄底 能不能低右 能不能割入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一到下面的强支撑 也就是60均加附近 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所以你要把握好细节 把握好变化 在这个位置潜伏是没问题的 好 那么问题了 潜伏的话 我们要潜伏哪些券商 正确板块 在前面有一天出现大涨 涨幅是5个多点 大家记得吧 当天涨了5个多点 有6个票是涨停的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 是哪6个票是涨停的 那这6个票就是属于人气票 那除了这6个票之外 那还有什么票 还有重组预期的票 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所以我们按这个思路去 按这个套路去就没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周五的一个证券板块的涨跌幅 你会发现 招商证券 国姓证券 身外横圆 天丰 华泰这些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整体来说是属于 相对比较好的 可是你发现没有 这几个票有什么特点 招商国姓 身外横圆 除了天丰 这华泰 包括下面的海通中信 都是属于排名靠前的券商 或者说是属于头部券商 说明什么 头部券商 比什么 比小票券商 更加具有抗跌的属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招商证券 招商证券在这一波行情当中 他不仅仅没怎么跌 连续两天上涨 逼近了前期高倍 是不是 那么他的走势明显是很强的 在整个证券板块里面 他是属于那种什么 比较是吧 比较强势的 好 你看 除了招商证券 还有国盛证券 国盛证券 大家看一下也是走出了 连续的震荡的走高 连续的走高 毕竟前期高倍 再看一下 身外横圆 还有什么天丰证券 这些都是属于这么短期出现运动的 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头部券商 近期明显的资金关注度 比较小 但是他比较稳 所以我们要想稳的话 头部券商 尤其是有重组一切的券商 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天丰证券的话 这种是小票 说的是什么 波动性比较大的票 那就是 这种就特点很明显了 我强调了很多回 对吧 急拉放量 减仓撤退 急跌 急杀 缩量 回踩 潜伏 按这个司座去 你看 拉高我减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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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低位 缩量回踩 我就加进去 那么这种思路的策略 对不对 对吧 你就能够获利 能够吃肉 甚至能够吃到大肉 大家看是不是 好 那我们回到市场 大家看下面的海通证券 中心证券 这些是什么 属于头部券商 同样的 他也属于有什么 有重组预期的券商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主要重视 那也会说 这个中间公司 他也是属于头部券商 也是属于的仇 有什么重组预期的这个券商 那为什么他走势不差 为什么他会跌 原因就在于什么 原因就在于他的股东减持的利空 所以你看 对他影响是不是很大 如果没有减持利空的话 我觉得这个中间公司 很有可能到了这个位置来了 所以这就是重点 好 那还有 我刚才看来讲了 潜伏一些头部券 潜伏一些人气券商 那么今天跌的最多的反而是人气券商 但我觉得这种适合什么 适合短线思维 也就是说到了下面的支撑位 到下面低点 大家可以拨一个反出反弹 是可以的 但是吃到肉了 进的袋了 一定要什么 要落袋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这样子减农对吧 拉到高位 你不落得的话 这一个跌 一个套路的 好 那你看 这个开头 对吧 也是这样子的 出现下跌 再看一下 首创 首创这个票也是属于人气票 我前面讲过 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属于什么低位 低位的位置 我们所谓前伏 DC 然后我们拉起来冲起来 我们就可以测了 可以跑了 这思路这次略就是 没问题的 朋友们 细节就行了 整体来说券商 我觉得这个位置再跌 不要盲目割入了 你们我要不要割入 那我只能说两个字 潜伏 好 正确表现不如人意 但是银行表现却非常之好 今天暂时涨了一个点 连续两天上涨 已经站上了60的距离线 那么会不会继续涨 我在前面这几天也跟大家说过 银行板块这段时间是属于一个调整 那么调整后它仍然会上 但是在这个调整过程中 我们不能盲目去追高 为什么 因为银行板块它整体的位置相对 不要说偏高了 也就是说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中 对不对 很多的票 它涨了几十个点 那么有资金抢跑 有资金出货 我觉得是很震态的 但有人会问了 为什么银行板块还会这么强势 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在前面视频上跟大家讲过 无非就这么几种 买银行比较稳定比较安全 以后可以什么 可以赚个高股息 这是其一 其他就是国家队在买国家队在护盘 大家知道国家队买的方向 很多资金去跟风 有一句话怎么说 买股不跟国家队 一切都是网上 所以跟着国家队准没错 那么 你看国家队在不断买买买 它股价是不是很稳 是不是涨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 某些资金 把它当成一个护盘的动向 因为它是属于超级权重 拉伤的银行能够互足指数 能够样指数 能够稳定 所以综合来看银行板块 不管是从业绩 从高股息 从国家队的买卖意向 各方面来看 它都是属于那种什么 属于比较强势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们的重心是要抓住的 那么目前的确实 目前的银行 它现在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 我们要怎么去参与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一些银行板块 个股的话 尤其是一些小票银行 对不对 它前期涨了比较多的一些小票银行 就不要现在去追了 不要牵着去顶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多票就这样 你比如说像林波银行这种 对吧 前期涨了一个高位 那么如果你在高位去追进去的 现在是什么 失分损失厂重 起码20个点没了 在银行板块上涨的情况下 它还是下跌的 这就是重点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避开这种票 小票银行 你看高位出现拐点的时候 出现大沙街的时候 不要现在去接 不要现在去顶 反而 我们的头部银行 就是四大行五大行这种的 它的走势更强更稳 那么看 在今天我们的四大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还有工商银行 包括交通银行 创了历史的先高 农业银行还稍微差一点点 农业银行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整体来说 这些头部银行是重点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比如说像建设银行这种 对吧 它现在虽然说涨了 而且涨了一个高位 甚至涨了一个历史的高位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它的市盈率才6倍左右 也就是说 它哪怕涨了这么多 它才6倍左右的市盈率 我们对标美国的银行 你会发现明显的 它是存在很大的空间的 所以计算银行 包括中国银行 共产银行这种创新高 我觉得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没必有纠结 一个是它基本面比较稳 估值比较低 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安全 对对 好 我们看整体来说 除了这四大行五大行这样子 表现比较好一之外 其他票相对说就偏弱一点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变化了 对于银行板块走势 如果你持有的是我们的四大行 五大行这种 大家只要记住 只要它能够守住强支撑位 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继续躺平 什么意思 比如说工商银行 大家今天工商银行很强劲的 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那么涨涨到了6块185 记住这种走势 我强劲了很多回 只要能够守住强支撑位 那么强支撑位是什么 60天均降线 能守住一直看多一直躺平 这就是重点 你想想他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在这段时间以来 从这里启动 对吧 从这个位置2024年的1月份 2024年1月份启动 他几乎都是站上了60天均降线 也就是说从2024年的1月份 这个位置开始 只要你进场了 你就可以一直持有 那这一波上涨 你是不是撞了蓬蓬蓬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位置当时4块多 4块5左右 现在是6块1毛5 涨了1块多钱 至少是30多个点 也就是说半年的时间 半年时间工商银行 涨了30几个点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买入潜伏了 你是不是撞大了 如果说你没有按我这个策略 湿度去的话 你很有可能在半路就被洗掉了 你比如说他在这一天 跌破了20线 跌破30线 那么你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 就洗掉了就出去了 你看这一波后面这一波上涨 你就错过了 所以像这种票 就属我们什么中长期票 中长期票 我们要看的重点是什么 强支撑位的 一个走势 直接强支撑位 能够稳住就不要慌 不要急 可以一直躺平一直看多 这大家要注意的 对于银行板块和证券板块 我觉得现在就两个极端 银行适合稳 适合什么 适合中长期 证券适合什么 适合短线博弈 高位减超低位加码 低位 是吧抄底 这种策略这种思路就对了 朋友们不是做法了 很多朋友跟我说 证券赚不到钱 证券是蟑螂 那为什么 因为他做法了 证券一拉一冲 他就追 证券一跌 你什么一往那杀 他就割 所以你的这个思路就做错了 那么你思路本身就做错了 你能赚到钱吗 你能够赚到钱 那真的是运气